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放羊男子献美妇 雨天洗澡 他挣扎片刻后 毅然跳下 张二宝是济南府来州人 靠给同村里园外放羊卫生 这是个没有任何保障的营生 而他不仅要养活自己 还要同时照顾吃憨的胸肠张大圆 张家原本家境富裕 其祖上曾荆棘攒下庞大家业 然而 到了他父亲这一辈 不知低调 处处显摆 经常炫耀 家中买有财宝 几辈子也花不完 从他们兄弟两个的名字就能看出来 欺负炫耀 无所不用其机 哥俩名字和一起就是元宝 如此炫耀 引起了一帮强人的注意 他们在年三十夜离闯入张家 财务抢 走几拢车不说 临走还放了一把火 火界风势 张家鸡势积攒 在一夜监禁城灰烬 若大哥张家 仅剩下他们兄弟两个 可怜他们当时还小 却连各住的地方都不再有 有好心人帮着他们在灰烬上搭了个窝棚 兄弟两个算是不用受风吹雨淋 兄长张大员也就是那个时候受到了惊吓 整日里痴痴憨憨 什么也不能干 可怜张二宝从那个时候就担起了生活的重担 村里里员外见他机灵 便让他到自己家里放羊 张二宝非常珍惜这个营生 因为他明白这是里员外可怜他们哥俩 要不然人家完全可以找个更加娴熟的汉子去放羊 给人家放羊 自己还要担着风险 放羊时羊跑了 或者是羊出了意外 都要算在自己头上 他小时候家里生活优越 哪里知道这些 开始时没少出乱子 幸好里员外给了最大的宽容 只说的首生从不计较 如此 他靠着放羊养活了自己和哥哥 如今已经十几年了 以前家里的优越生活痕迹 在这个十八岁的年轻人身上再看不到 每日里也不用想太多 只管放羊就是 过去仅仅是管吃食 渐渐大了后 逢年过节 里员外会给他一点钱 张二宝一点都不觉得里员外可可 反而在内心深处十分感激 在他们兄弟两个生活无一的时候 是里员外救了他们 虽然只管他们吃喝 但两个半大小子吃的并不少 里员外能管他们吃饱 这已经是大恩了 故 张二宝心目中 对里员外一直存着感激 放羊自然也尽心心力 从来没有出过任何意外 马上要过端午节 张二宝放羊回来 里员外叫住了他 二宝啊放羊也有十几年了吧 想必也清楚羊的习性了 张二宝以为里员外叫住他 是想要给他点钱 因为马上就是端午节 这两年 每逢端午中秋 还有过年 里员外都会给一些 让他跟家里的哥哥吃点好的 没想到却是闲聊 他心里没有一点埋怨 赶紧点头感激说道 这些年多亏里员外照顾 此恩二宝会铭记一辈子 里员外文言笑道 当年你父亲在试试 我们也算是有过见面点头的交情 我是真莫想到 他会有你这磨个儿子 如果他像你这样 何愁守不住家业 不过那都是过去的事了 我是想让你自己养养 张二宝一听 吓坏了 李员外是不想用他放羊了 要赶他走 李员外看他受到惊吓的样子 拍了拍他肩膀说道 十几年放羊 只让你们哥俩吃顿饭 是不是觉得我太吝啬 我都帮你积攒着呢 不过我不会直接给你钱 钱花了就磨了 所以从明天开始给你十五头羊 你自己养去 总不能给我们老李家放一辈子羊吧 张二宝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做梦都想有自己的一群羊 当下两眼就泛出泪花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都是你养大的 好坏自然也清楚 所以你自己挑去 挑十五头 小伙子你记住了 这些都不是因为 跟你父亲当年的那点交情 而是看你这磨血年 对你兄长张大员不离不弃 张二宝赶紧点头 多余的感激话 他也说不出来 挑完杨林走时 李源外又给了他点钱 让他回家跟自己哥哥过端午 张二宝拿钱赶着羊 高高兴兴回家 这磨血年 除了放羊 他也没有闲着 在原本的废墟上 用泥坯又剁了两间屋子 小伙子不是一辈子住窝棚的人 到家后 献哥哥张大员正抱着个凉窝头 他赶紧躲过来 转身给哥哥做饭 边做饭边高兴跟哥哥说话 哥 从明天开始 二宝不用去李源外家放羊了 李源外给了咱们十五头羊 以后咱们有自己的羊了 哥哥你且看着 二宝定然把这群羊养出名堂 哥 以后咱们有钱了 就把房子再修起来 别娘去了 可老张家 还有咱们哥俩呢 慢慢来吧 咱们不会穷一辈子的 他便烧火 做饭边跟哥哥聊天 却得不到哥的回应 以往可不会这样 转头看 不由的失效 哥哥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出去玩了 就连刚才奔过来的窝头也不现了 小伙子心里有奔头 边做饭边计划着 把羊群壮大 等生活慢慢好起来 还是得想办法给哥哥吃 张家就剩下他们哥俩 一时两兄弟 他绝不会放弃哥哥 饭做好后 却还不见哥哥回来 他当然不会自己先吃 兄位长 哥在上 哪里能弟弟先吃 他把饭在戏盖好 出去找哥哥 张大元喜欢跟村里一些小童玩耍 以往都一找一个准 不料这次却没有找到 正在交集时 看见他从村外而来 身边还跟着一个衣衫蓝绿的汉子 张二宝不解看着哥哥 张大元咧嘴笑 可怜人 可怜 怎么回事呢 张大元今天在外面玩耍时 碰到了这个衣着破烂的汉子 自称叫孙靖德 悬缩在村外的街杆堆里睡觉 他觉得这个人很可怜 就回家拿窝头给对方吃 孙靖德吃了窝头 说自己到处讨饭 现在可能是病了 想在这里休息积田 张大元虽然痴痴汗汗 但他是个心地善良的人 便带着孙靖德进了村 想跟弟弟商量一下 张二宝弄明白是情缘由后 恍然大悟 原来哥哥拿两窝头 是给这个人吃 这道美食膜 他们哥俩也都是可怜人 遇到同样的可怜人 自然会照顾 只不过啊 张二宝怎么看这个陈靖德 都觉得有些不对劲 既然是个到处讨饭之人 为何却面无菜色 而且他一说话 眼珠滴溜溜乱转 让人看着就感觉不舒服 看弟弟犹豫 张大元赶紧求他 二宝可怜 他可怜 就让他住鸡天吧 张二宝不忍心让哥哥失望 便对孙靖德点了下头 带回家去 跟他们哥俩一起吃饭 到家后 孙靖德似乎有些惊讶 站着四处打量 嘴里不住发问 这是一片废墟 你们怎么住在这样的地方 张二宝没有说过去的事 孙靖德也没有再多问 但吃饭时 仍然不住打量这片地方 次日就是端午节 天气阴沉得可怕 张二宝特一买了些吃食 兄弟两个连同孙靖德一起吃过后 他便要去放羊 羊可不管什么端午不端午 该饿还会饿 什么事也不能耽误放羊 赶着羊还没出村 他突然想到 昨天洗的衣裳还在外面 哥哥喜欢跑出去玩 他得回去把衣服摘了 万一下起雨来 把衣裳淋湿 他可没有别的可换 这些羊都是他放着长大的 只要有领头羊在前 根本走不乱 他让羊群自己向村外走 自己则跑着回家去摘衣服 刚到家里就听到孙靖德在跟哥哥聊天 大元 这废墟以前是你们的家 张大元过去因为此事受到过惊吓 最不爱提这件事 所以对孙靖德的话根本不回应 大元啊 你刚才说村里里原外是个好人 好人 好人啊 多亏他让二宝放羊 要不然我们哥俩就得去外面讨饭 里原外好人 张二宝并没有在意 摘完衣裳就出去追羊 一口气赶到离村三里远的河边 方才停下 他放羊一直都在河边 这边没有庄稼 人们重点庄稼不容易 被羊啃了说不过去 到了后 河边有一群正在喝水的羊队 他叫唤 原来是里原外家的羊 这些羊都被他放过 这是打招呼呢 里原外又找了个放羊的人 是个老汉 正坐在草地上冲他笑 张二宝认识这个老汉 老汉家里没有别人了 想来是里原外觉得他可怜 所以让他来放羊 任由羊在河边吃草 他坐到老汉身边 两人有一句末一句聊着 多是关于羊的 天上有雨滴落下 而且看天阴沉的尽头 这一阵雨不会小 可是两人都没有把羊赶回去的意思 一来羊并没有吃饱 二来雨已经开始下 就算赶回去也得淋湿 不如先找个地方避雨 不远处有座跨河石桥 可以避雨 下面还有不被雨淋湿的草 羊也可以吃 把羊赶到桥下 外面的雨已经越下越大 张二宝躺在草地上 听着外面的雨声 只觉得眼皮沉重 迷迷糊糊 似睡飞睡之际 被老汉一巴掌拍得清醒过来 你快看 那河里是个人吧 张二宝坐起来 向老汉指的方向看 雨目中看不太清 隐约间 河中间似乎真有个人 正顺着水向这边飘来 这人真奇怪 这磨大鱼跑来洗澡 河里经常有人洗澡 张二宝这样 以为并不奇怪 只不过雨天洗澡的人还是少见 片刻后 他就觉得不对劲 河里水师不小 那人很快就到了桥下 竟然是个女人 这女人在河里随着河水飘动 尽管只露着脑袋 可仍然能看出相貌较好 女人趁着雨天到河里洗澡 其实这并不稀奇 有时候他们会趁着天黑 有时候会趁着下雨到河里洗澡 原因非常简单 这种时候不会有男人下河洗澡 这美妇马上就要顺着水流到桥外 她在河里不住冲桥下的张二宝招手 糟糕 这不是洗澡 她是落水 张二宝看出了端倪 这女人哪里是洗澡 分明是在水里挣扎 幸好这女人挥一点水 要不然已经被卷入河底了 想到这里 她二话不说 从地上窜了起来 老汉却一把抓住了她 二宝 你要干尸磨去 张二宝急眼了 你没看出她是落水 她哪里是招手 分明是让咱们去救她 老汉这时候其实也看出来了 可她还是紧紧拉着张二宝说道 你傻了 这河水这魔疾 天上还下着雨 你跳进去必死 张二宝一听 张二宝一听有些犹豫 转念一想 看到这样的事要是不救 那她以后如何心安 想到这里 她把老汉的手掰开 这时候 河里的女人已经被冲出了桥 她顺着河开始跑 感觉距离河时候便一头扎了进去 她特意在跟女人有一段距离出下河 借着水流的冲湿靠近了女人 这女人似乎在水里挣扎了很久 见到有人到身边 如同抓住了救命稻草 伸出两手就想抱住她 水中救人就怕这样 张二宝在河边长大 水性很好 也有过在河里救人的经验 这种时候要被女人抱住 两个人全都得淹死在河里 所以她没理会女人伸出的双手 而是从后面抓住了女人的衣服 使她背对自己 她用一条腿支撑着女人的身体 使其不至于下沉 另一条腿在水中踩着 一只手滑动 借着水流又向下冲了横掌一段距离方才靠岸 两个人上岸 四张二宝着魔状的小伙子 依然累得躺在草丛中 不能动弹 女人更是如此 另外也好像受到了惊吓 不时哆嗦一下 老汉在桥下喊他们 雨仍然还在吓着 这样躺在草地中不妥 张二宝深吸一口气站了起来 但女人却根本站不起身 她只好把情况讲明 然后抱着她到了桥下 过了足足半个时辰 女人放财缓过身来 整理了一下湿透的衣服 对着张二宝连连感谢 这种事对于张二宝来说太正常了 真要遇到这种事而不就 那就不是她了 老汉仍然心有余悸 只有汇水的人 只有要河边长大的人 才会知道河水的可怕 那些淹死之人 有几个是不汇水的 而救人则更是险伤加险 张二宝果然是条汉子 张二宝听着女人说话 口音不像是他们当地人 不过这口音又不完全陌生 人家依附尽尸 她也不好直视 脑头说道 你不用客气 这种事谁遇到都会去救 只是听你口音 不像是当地人 怎么就掉到河里了 女人欲言又止 思索一阵后 忠实莫说 张二宝不是那种莫话找话的人 尽管对方相貌交好 相对沉默了一阵 外面的语剑渐小了下来 张二宝不是没有想过让对方到自己家里换身衣裳 关键是他家里救他和哥哥 衣裳也不多 再说人家是个女人 贸然进他们家也不好 雨停后 女人离开 张二宝救了人家 血连人家的名字也不知道 不过他不以为意 等赶着杨回村 他发现那个孙靖德从里原外家方向而来 看到他后 沉靖德笑 声称雨停后 自己在村里溜达溜达 张二宝对他随意点了下头 等把杨赶到家里圈好 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怪不得在桥下感觉那个落水的女人 口音有些熟悉 跟这个孙靖德是一模一样啊 事情怎么会这么瞧 那女人的穿着可不像是个讨饭的 边想着这些 他偷眼看孙靖德 就见他紧皱眉坐着 似乎在考虑什么事情 过了一阵 孙靖德好像做出了什么决定 战旗又要出去 天都快黑了 他说自己身上不舒服 所以才会住进村里 但看看他的样子 哪里像个不舒服的人 他越想越觉得 此人不对劲 便在后面悄悄跟了过去 孙靖德是直接出了村 一直步行了将近一个时辰才停下 此时天已经完全黑了 他站在一处旧院子前 跟人交谈 夜色中 张二宝无法看清跟他说话的人是谁 正要靠近一些 就院子的门突然打开 又有一个人出来 好像在小声训事 张二宝没赶在进前 而是趁着夜色悄悄回去 他当然不知道孙靖德是干什么的 可是此人也绝不是他口中所说的 讨饭那么简单 回到家里 他假装跟哥哥随意聊天 话题聊到孙靖德身上 张二宝问孙靖德都说了些什么 张大元说话颠三到四 不过兄弟俩一直在一起生活 张二宝还是很容易便弄明白了 在他去放羊后 孙靖德跟张大元的聊天 主要集中在李元外身上 这又让张二宝摸不着头脑 这个孙靖德一直问李元元干什么 正想的出神 孙靖德回来了 他便打住没有再说什么 不过心里暗暗有了决定 明天他就要趁着天亮 去那个旧院子看看 第二天 他把羊赶到河边 声称自己有点事 让老汉帮忙照看 自己责奔向孙靖德昨天晚上 去的旧院子 这里是他的家乡 他自小就在这里生活 这处旧院子 虽然离他所住的村子 有一段距离 可是他知道 这里之前也是一个富户之家 数年之前 这户人家一夜之间搬走了 只剩下这某个院子 慢慢荒废了下来 院门紧闭 看不出什么 里面也似乎很安静 但张二宝断定 这院子里有人 他假装路过 在院子门前走了一趟 顺着门缝向里看 仍然是什么也没有看到 绕到院墙根处 看到这里是一片 以前种竹子的地方 比别的地方高一些 他站在台子上 两手抓着墙头向里看 这一看不由得吓了一跳 这院子荒废太久 里面的东西几乎被人偷光了 甚至连屋门都被人给卸走了 张二宝看到 在没门的屋子里有好些个人 这些人藏在旧院子里要干什么 正在犹豫要不要跳墙过去时 突听到院门响 接着走出来一个人 那人并没有发现张二宝 出门静置而去 张二宝又看傻眼了 这个从旧院子里出来者 正是他在和李旧的那个女人 看来自己想的没错 这女人跟孙静德 果然是一个地方的 而且孙静德昨晚来过这里 那就说明他们相互认识 他感觉这里面有个大阴谋 而且是针对李渊外的 当下再不犹豫 悄悄在后面跟上了那个女人 女人在前面 去的方向竟然是河边 这又让张二宝摸不着头脑 这女人昨天刚掉进河里 现在又要去河边 一路跟着女人到了河边 只见她到了老汉身边 好像在跟老汉打听着什么 老汉伸手指了指张二宝的方向 女人转身向她这边走了过来 张二宝暗暗叫苦 埋怨老汉看到自己不说 还把自己指给女人 女人到了张二宝身边 失忆了李 声称自己叫孟淑英 她想献一献李渊外 张二宝顿时警惕起来 她虽然自小放羊 却是个聪明人 她觉得孙敬德讨饭是假 应该是伪装的 她进村有目的 可能是冲着李渊外而来 而这个孟淑英跟孙敬德明显认是 她现在要献李渊外 自己可不能带她去 要知道她在心里当李渊外 是自己的恩人 孟淑英见她犹豫 不由焦急起来 跺脚说再晚就来不及了 见张二宝仍然不畏所动 她就跟张二宝小声说了几句话 张二宝听后瞠目结舌 低头响了一阵 对孟淑英点头 带着她回村 孟淑英之所以让她带着 去献李渊外 是想瞒着别人 特别是现在还在村里的孙敬德 张二宝对村里熟悉 带着她悄悄进了李家 正好李渊外在家 见她带着个女人来自己家里 李渊外有些惊讶和不解 张二宝直接把李渊外拉到了屋里 连带着孟淑英 三个人在屋里说了好一阵话 屋门打开 李渊外神情严肃 对着张二宝点头 张二宝这才带着孟淑英出去 有原路把她送到河边 目送她离开后 自己才赶着杨回家 天黑后 张二宝早早睡觉 三更天刚过 外面突然传来响动 他看了看熟睡的哥哥 自己悄悄到了窗户边上向外看 另一间房门被打开 孙敬德捏手捏脚走了出来 静止向外而去 等孙敬德出了院子 张二宝也打开门 在后面悄悄跟随 孙敬德到了村边 黑暗中有七八个人迎向他 笛声说了几句话 由孙敬德领着 这些人进了村 向里原外家方向而去 这些人到了里原外家门前 一个人越墙而过 悄无声息 打开了大门 这些人余观而入 只剩下孙敬德看守大门 那些人刚进去 里面突然亮起了火把 并且传出吵闹吆喝声 外面看守大门的孙敬德 听到声音后 赶紧向里面看 里原外家早有埋伏 他明白事情提前泄露了 转身就想逃 一直在黑暗中 跟着这帮人的张二 保起能让的逃掉 从黑暗中一窜而出 手里早握着一根木棒 对着孙敬德的脑袋 就是一下 孙敬德应声倒地 他拖着孙敬德进了院子 院子正中间 一帮人被大网抠时 他们越是挣扎 网就缠得越紧 有一个算一个 全都逃不掉 网里的人对孙敬德破口大骂 孙敬德 这就是你踩的点 中了人家的埋伏而不知 这次咱们可真是在了 张二宝看了看 这些人里面并没有梦书英 他应该是在那处旧院子里等着 并没有跟着这些人过来 里员外对赶来帮忙的人连连感谢 这些有村里的壮小伙 还有里员外在别处找来的人 就等着这帮贼人来呢 贼人们一个个被捆绑结实 里员外也不多说废话 直接让人把这些贼人送关 院里恢复安静后 里员外对张二宝非常感激 张二宝却摇头 称这是孟书英的功劳 里员外仔细想也是 点拍了拍张二宝的肩膀 让他去旧院子里 接来孟书英 他会让孟书英安然无恙 而他还得跟着那帮贼人而去 把事情对捕头们说明白 张二宝连夜赶去旧院子 找到了正忐忑不安的孟书英 带着他回到了村里 原来孟敬德讨饭并说身体不舒服 都是假的 他目的就是进入村子 他的同伙则在旧院子里等着消息 这帮贼人要抢里员外加 因为看张大元痴痴憨憨 孟敬德便想哄他领自己进村 他却没有料到 张大元有个极为聪明的弟弟 这个决定直接导致了他们的败露 张二宝对孙敬德第一眼就怀疑 但也仅仅是怀疑 并默向深处想 孟书英又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跟贼人在一起 又为石魔会掉进河里 张二宝为什么说抓住贼人 是他的功劳呢 这孟书英的丈夫以前认识孙敬德 他前些日子重病而亡 孙敬德去调研后 便跟孟书英说看他一个女人孤苦无依 他要照顾朋友的妻子 孟书英相信了孙敬德 却被他带到了旧院子那边 这家火道也讲究 没有动孟书英 不过他也放出话 等李源外加这件事做完 他便要娶了孟书英 孟书英算是看出来了 这孙敬德是个贼 他哪里肯跟贼人为武 可又不敢随便逃 听着他们计划抢李源外加 心里焦急 便想去通知李源外 可是他不是这里的人 并不认识路 由于上下雨露化 他失足掉落河中 被张二宝给救了出来 在极度的惊吓之下 他当时默敢说出事情 昨天回到旧院子 夜里沉静得过去 跟同伙商量好 今天晚上必要动手 他觉得再拖下去就晚了 便假装自己要买东西出了旧院子 那帮人倒是没有在意他 他下定决心到河边找张二宝帮忙 因为他感觉张二宝是个好人 张二宝不肯带他去献李源外 焦急之下 他便对张二宝说了事情 两人把这件事告诉李源外后 李源外也感觉挺意外 却也不敢大意 赶紧就找人布置 在院里设下陷阱 只等着贼人上门 孙静德半夜把贼人带进村 进入李源外家 里面的人动手 将这帮人生擒活纳 这不是孟淑英的功劳是什么 虽然被接到了村里 可孟淑英一直害怕 他害怕自己曾经跟贼人在一起 会受到牵连 而张二宝也明白他的担忧 这是个善良的女人 误入贼窝 被孙静德欺骗 况且他有报信之功 不应该受牵连 不过两人的忐忑不安 在李源外回来后便烟消云散 孟淑英一点事都不会有 两人心中这块大石头才放了下去 另外 李源外还带来了一个让张二宝类流满面的消息 孙静德这帮人 就是十几年前抢了他们家的那些贼 包括他们躲藏的旧院子 几年前那户人家突然不见 也是他们钱的 张二宝非常意外 同时非常激动 多年前家里遭遇恨祸 被一把火烧个尽光 他想过报仇 却深知连对方是谁都不知道 这个仇只怕会永远报不了 不曾想这次意外 竟抓住了那帮人 这也算是老天有眼 孙静德他们靠此未生 不劳而获 又岂能长久 十次成功 只要一次意外 就会让他们全盘败露 所以这是意外 也是必然 孙静德他们 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只是孟淑英已然无处可去 只能暂时住在张二宝家 里原外看孟淑英年轻漂亮 且善良懂事 张二宝他更是了解 便由心在中间撮合 之后 张二宝和孟淑英喜结良缘 婚后两人夫妻恩爱 共同照顾哥哥张大元 张二宝本就勤劳 加上有孟淑英这个贤魅住 家里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几年后 张家曾经的废墟上 建起了新房 张家颓势 就此而终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聊债故事 美人够 明家境年间 吴震迎来了个江流 吴大妈在吴水正将洗衣物 见河面顺水而至一个大瓢 瓢中色住墙宝 有个小婴儿裹在其中 吴大妈小心翼翼用倒衣橱挑开墙宝 细细打量 小婴儿脸色红润 眉心有一处暗红色的胎记 仔细辨认 仔细辨认如同一个 山 字 小婴儿也不怕生 两只胖乎乎小手抱住湿漉漉的处 脸上露出天真灿烂的笑容 吴大妈心都醉了 连忙将婴儿抱到怀中 笑嘻嘻跑进镇子 吴镇人全姓吴 于是村镇吴雪峰给小婴儿取名吴江流 吴江流在吴镇长大 吃百家饭 时光荏苒 十二年后 吴江流已长成各条皮导弹 有聪明伶俐的俊秀少年 那一年 他发现了吴镇一个秘密 吴镇人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每到傍晚 吴大妈便催着他早早安歇 可有一夜 他尿急 爬起来如厕 将近紫时 夜色如墨 吴镇应该早陷入甜美的梦乡 可令他吃惊的是 吴镇神妙处 却人来人往 热闹非凡 本就调皮的他 尿意全无 轻车熟路的偷偷摸了过去 想看看 大家到底在做什么 吴江流神庙外的空地上 燃起一堆篝火 村民围住篝火 手拉着手 再有节奏的跳舞 他们边跳边歌 歌曲曲调古朴苍桌 浑厚天成 入耳之后 让人心头油然而生出一股原始而沧桑的悲壮 透过跳舞的村民 吴江流看到篝火旁边高达格木架 架子上穿着一只退了皮毛的肥羊 架子上应该是一只羊 因为雪白前进的羊皮就挂在另一根木架上 他们要吃烤羊 吴江流挠了挠头 在他的印象中 吴镇从来没有吃过羊 因为村里只有村政家 有十二只羊 那群羊的树木 从来没变过 达吴江流济时起 那群羊 就只有十二只 随着村民跳舞节奏的加快 神庙前的风鼓荡起来 且有愈瓜愈大之事 暗漆漆的夜空中 黑云翻滚 此时吴大妈取来一只金色大托盘 两个建硕的村民 将羊放在托盘 然后抬进神庙中 放在供桌上 神庙在镇中央 只有一间大殿 大门却始终锁住 要是在村政手中 吴江流曾经阁窗头盔过 殿中仅供奉住一尊神像 神像浑身无倾 高杖徐 腰围豹皮 赤木火蛇 巨牙疲发 不过吴江流从未见过其他神像 于是认为天下的神像 应该大抵都是这样子的 夜空中乌云涌动 云儿缝隙间点光引现 渐有雷鸣声传了下来 要下雨了 吴江流抬头望着天 一滴雨水落在他稚嫩的脸颊上 村政举其手中牧羊鞭 高喊 雷火炼电线计 神殿的大门砰一下 合拢起来 接着 一道炫目刺眼的闪电 从云中静直劈了下来 打在神殿上 整个神殿如同被点燃 瞬间通明绚烂 在雷火中 大殿显现出另一番景象 通体荒盛盛 如金子胶筑似的 屋顶上附满了七色琉璃瓦 支撑大殿的通天柱上 围着一簇簇金叶子 叶子下挂满了珊瑚 琥珀 铝松石 雕琢而成的果实 大殿的门楣 使整块万年车渠镶嵌嵌而成 如雪般的底子 写着两个紫金色的转子 吴敬 大殿内也通明清澈 在雷击下 火花见舍 熠熠生辉 虚余之见 吴将流眼 前残留下树道虚影 又有击道闪电 击中神殿 接着一股烤肉的清香味 随风飘散过来 钻进了小江流的鼻孔中 那只羊被烤熟了 吴将流醒来的时候 头晕目眩 只记得最后 他顺着烤肉的味道 走向神殿 村民们纷纷惊诧地看着他 村民的眼睛如同殿中内尊神像般 赤目灼灼 接着小江流便不省人事了 那一夜是梦吗 吴大妈笑银银说那是小江流的一个梦 但是从那夜起 小江流越来越觉得吴镇是个奇怪的地方 其实如果小江流月里颇多 便能说清小镇的诡异之处 这个小镇似乎孤悬海外 周围没有任何其他村镇 虽偏安一语 小镇却从不缺少吃和用度 甚至还有极多其他地方的特产 比如陕州的米粉 安禄府的盘龙菜 女子更是衣红助绿 小镇有家成衣店 饭有产自松江府的脆色 果尖缠之云卷笔甲 还有江宁的莲花牡丹马面裸裙 小小店面中货物琳琅满目 让双目应接不暇 小小镇子竟是富甲一方 一天吴大妈摸着小江流的头 告诉她她已经长大了 是时候出吴镇去做生意了 吴江流要出门做生意去了 小江流听后高兴极了 她终于知道吴镇复述的秘密了 原来吴镇人都在外景上 踏出吴镇的那天天空湛蓝如洗 吴鹏传载着他和吴大堆 沿着蜿蜒曲折的吴水一路难行 吴水两岸藏满了青而黑的茅草 再向上则使脆色欲滴的成片株林 我们还会回吴镇吗 小江流第一次出远门 心中坠坠不安 吴大堆是铁匠 手掌宽大有力 长满粗力的老茧 他用手轻轻抚过小江流的头顶 说道 会的 到时我们会带着金银珠宝和杨一起回去 小江流和吴大堆来到了应天府 住进了一座豪华的府邸 府邸的主人是吴大妈的二闺女乌荣雅 第一次见到乌荣雅 小江流张大眼睛和嘴巴竟是呆住了 乌荣雅生得太美了 夫如宁之 绿宾如云 双眸如秋水寒星 望之 则深陷其中 乌荣雅见小江流那模样 忍郡不禁 眼口一笑 令吴大堆把小江流提走了 渐渐小江流知道了些事情 吴荣雅嫁给了应天府护部左侍郎杨雄 那座豪华的宅邸便是杨府 杨大人因政绩卓越 被调到北京任职 于是先去北京安顿 待在北京站稳脚跟 便回来接走家小 杨大人发达了 每日皆有形形色色的官员 山谷来杨大人的府邸拜夜 吴荣雅有时会亲自处来招待 那些来客 见到吴荣雅的绝世容颜 也如小江流那般 被惊艳到瞠目皆舍 自从到了杨府 小江流整日打杂 有时间故端茶送水 武打堆则日日夜夜忙碌不停 打造牢笼 小江流会好奇 蹲在炙热的炉子旁 拖着脸颊问 大队 为何你要打造铁笼 吴大队黑黑憨笑 说 到时用来观养的 大约过了月雨 一个头戴白绫的小丝 跌跌撞撞跑进了杨府 小江流连忙拦住他 问他找谁 小丝两只眼睛 哭得红肿 举起一封信 进门跪道 喊道 报丧 杨大人不信足了 杨雄水土不服 在北京引发旧疾 已然往生 得知消息的杨府 沉浸在悲痛之中 吴荣雅哭得梨花待雨 哭到的伤心时 竟英宁一声背过气去 吴荣雅失去丈夫 丫鬟婆子连忙掐人中 善团善 手忙脚乱的 总算把主人救还回来 小江流换了一身高速 站在大门外那一簇指花之下 脸上也忍不住的流下泪来 他没见过杨大人 自然不是为此而哭 他是心疼吴荣雅 大门外围了很多人 指指点点 杨大人没了 平素那些官员 商骨却没一人来调研 又过一旬 杨府开始卖贵中的家居物事 没了杨大人 吴府没了收入 竟有了衰败迹象 在一讯 杨府中赫然传出 要招追叙的消息 吴荣雅的美貌 在应天府为世人所知 江南府伤杜子林 早就寄予良久了 听到风吹草动 如苍蝇竹腐般 闲着脸登门求见 小江流恨不得从门后 许来打狗棒 将此人赶出去 但他终时莫动手 而是眼睁睁看着杜子林 将大大小小家当一车一车 搬进了杨府 吴荣雅招坠了杜子林 小江流很难过 他找到吴大堆 说 我想回吴镇了 吴大堆看着地上的铁牢笼 抚摸着江流的头说 笼子打好了 我们该回去了 第二日 杨府门前突然喧闹了起来 街上很多人喊 杨大人回来了 没过多久 杨雄带着十余名户从起 师兄兄进了杨府 杨大人回府 原来杨大人在京得罪了人 有人故意网应天府的杨家 送了丧报 为的就是扰乱打击杨雄 杨雄马不停蹄从北京赶了回来了 可家里早就纠战缺潮 气得他命手下将杜子林抓起来 一阵痛打 关进了铁笼 要送到北京问罪 杜子林的万贯家资 也莫收冲入杨府 杨家连夜收拾行李 竟然在天亮之前搬离了杨府 杨家人搭乘一艘千辽大船 从应天出发 顺着大运河向北行去 穿上这位杨大人哗啦啦一扯 从身上脱下一件羊皮 容貌瞬间大变 小江流抬住头 望着眼前见眉朗目 一头滑发的杨大人 喊道 村政爷爷 这位户部左侍郎 居然是吴镇的村政吴雪峰 吴雪峰哈哈大笑 说道小江流第一次做生意的感觉如何 小江流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场骗局 他先开服在铁笼子上的黑布 县里面不再是大富翩翩的杜子林 而是一只通体雪白的大肥羊 吴大堆憨憨问道 我的手艺如何 人只要进了我坐的笼子 都会变成羊 肥羊满眼是泪 似乎在祈求 小江流怒了 跳起来大喊 我们这是在骗人啊 为石魔这样做 吴雪峰早猜到小江流的反应 说道 我们并不骗人 因为被骗的根本不是人 接着 他挥了挥手中的羊皮 继续说 所谓的羊大人 身居高位 血痕直爆脸 欺涯良善 早就该死了 那个杜子林本就是个世警无赖 喜欢到处入坠 然后下毒害死妻子 霸占家财 再去入坠下一架 这重货色 哪能叫人呢 听到这些小江流愣住了 不知何时 不知何时无荣雅站在甲板上 眼神中全是冷峻 他冲着小江流点了点针手 大有赞同村正之意 这是吴震在狩猎 一个响亮的声音突然响起 惊得船上众人纷纷抬头看 在船首站驻尾先锋道骨的道人 他穿着月白段的道袍 腰际玄色丝涛 脚上穿着一双牛耳马鞋 斑驳的长发迎风飞舞 脸庞虽不满沧桑 却难掩俊朗 吴荣雅和吴雪峰等人见到道人 脸色皆大变 道人名唤路正远 诗出毛山宗 是赫赫有名的捉药师 此时大船驶入一片迷雾中 待云蓝散尽 两岸风光灯时与先前不同 一片片翠色轻竹 连天蔽日 连河道也变得狭窄起来 大船进入了污水 陆正远一个飞身跃到甲板 两只黑漆漆的毛子 盯着小江流上下大量 接着伸出一只手轻拂小江流的脸颊 道士的手掌冰凉刺骨 小江流一击领 连忙后退 躲入吴雪峰怀里 他是我的儿子 陆正远只向小江流眉心 我当初在他眉心 留下我毛山宗的印记 小江流的眉心 火红色的 山 自胎记突然亮了起来 放出星星点点的微光 也正是因为这个印记 陆正远才追到了这里 吴雪峰冷笑道 就算你找到了 又如何 你也进不到吴镜 吴镇外面有一个特殊的姐姐 只有吴镇人可以进入 谁说我进不到吴镜中去 说着 陆正远从怀中掏出一个牛皮丹荷 从中取出一粒丹药 丹药散发出浓烈的气息 弥漫全传 吴戎雅突然哭了起来 他指着丹药说 陆正远 你还是人吗 为了进入无境 居然将我姐姐炼成了丹药 陆正远哈哈大笑起来 提起地中 拼命晃动起来 口中骂道 你们这帮肮脏的 以人喂食的妖怪 显出原形吧 地中的声音浑厚肃穆 吴镇人听到后 姐翻身倒地 痛苦不堪 转瞬间都变成了皮肤无情 赤木火蛇 生着四颗雪白獠牙的叶叉 小江流吓坏了 他四股茫然 脑海中仅是神殿中 那尊神像的样子 怎么平素带他和善的吴镇人 全变成神像的模样 陆正远抱住小江流 轻声说道 别怕 儿子 有我在 莫人能伤你 吴荣雅忍者居痛 大喊起来 将一段尘封往事说了出来 吴镇从唐朝就存在了 是个真正的世外桃源 吴镇人全是叶叉 从大唐时候起 卓妖师便狩猎 混入到人群中的叶叉 叶叉也反其道而为之 狩猎人类 不过叶叉有原则 只狩猎那些道德沦丧的恶徒 叶叉的寿命极其漫长 对于人类来说 他们是永生的 家境年间 毛山宗出了位天宗奇才 那便是陆正远 陆正远感慨人类受短 艳献夜叉永生 于是机关算尽 要获取夜叉永生的秘密 他假意偶遇到一位夜叉 那位夜叉便是吴荣秀 吴荣雅的姐姐 吴荣秀爱上了陆正远 为其诞下一子小江流 夜叉怀孕生子 十元形毕露 引起陆正远的厌恶 他不停逼问 吴荣秀吴荣所在 却得不到任何结果 于是将深爱他的吴荣秀 活生生炼成了丹药 那时 他已知吴荣乃未无水上的一方江主 便狠心将小江流放到瓢中 沿江漂流 小江流是半人半夜叉 能顺利进入到了吴境 十二年后 陆正远靠着重在儿子额头的印记 找到了他 看来一切聚在掌控之中 陆正远望着远方雾蒙蒙的姐姐 只得一满 一口吞进了丹药 吴震生灵涂炭 百姓四处逃窜 不走运的 街北陆正远勤来 打出显出圆形 色缩在神殿前的空地上 天上风云乍起 漆黑的乌云漫天翻滚 竟像是炼狱一般 小江流望着 穿着灶袍 笔甲 马面群的叶叉 心中竟满是酸楚 他在乌镇长大 吃的是百家饭 陆正远提见 在神殿的柱子上 芒铠一箭 发出铿锵之声 砍口处透出黄灯灯的色泽 哈哈 陆正远大笑说 原来你们将八百年搜刮的财宝 筑成了妙语 嘖嘖 但是我不稀罕 我只想知道永生的秘密 他将近抵住吴雪峰 逼问永生的秘密 吴雪峰冷哼一声 毫不理会 陆正远大怒 挥剑砍死一个叶叉 继续逼问 吴雪峰眼中泛起泪花 涅落到想要永生 那就变成叶叉吧 陆正远愣愣住了 他硬是早猜到了 只是这话从叶叉口中说出 印证了他的想法 变成丑陋肮脏的叶叉 陆正远提见的手 哆嗦起来 难道真要这样才能永生 他灰白的长发 在火光映射下中 显得更加的颓败 如何变成叶叉 陆正远很吓了心 吴雪峰却呆住了 他刚才被逼得无可奈何了 才随口敷衍了一句 没想到陆正远却认真了 吴荣雅人怎么能变成叶叉呢 见吴雪峰发呆 陆正远误认为他不肯透露机密 便又提起个叶叉 长见见风抖动 发出嗡嗡嗡的鸣响 小江流跑过去 拉住了陆正远的胳膊 那个夜叉正是吴大妈 吴大妈已闭上双目 面容安详 准备迎接大县 我知道怎么变成夜叉 爹小江流憋红了脸 才努力喊出一个 陆正远一愣 心想儿子在吴震十二年 是应该知道些机密 小江流渐渐抬头 稚嫩的小手指向旁边的神殿 缓缓说道 变成夜叉的秘密 就在神殿中 当真 陆正远忽疑起来 吴震就这最神秘 我都没进去过 要是有秘密 也就只能在这 那随我去看看 陆正远一手提见 另一只拉起小江流的手 一步步走进神殿 空底中一群夜叉 不敢发出一声 吴大妈睁开眼睛 嘴巴张合树下 刚咬发声 却被吴荣雅捂住了嘴巴 吴荣雅一只手 掩住母亲的嘴 另一只手 则掩住自己的嘴 眼中泪水淌个不停 他是吴震人 自然知道吴震神殿的奥秘 吴震人八百年来累积的财富铸就了神殿 为保持神殿长安九寸 每到雷雨天 吴震人会用雷火淬炼神殿 每逢大祭 还会陷祭寿烈来的肥羊 临近神殿 小江流缓缓转过头 目光呈鸣清澈 看了看众也差 最后朝着吴雪峰青 青点了点头 吴雪峰老泪纵横 努力站起来挺之腰板 哽咽喊道 雷火炼电 献祭神殿的大门砰一下 合拢起来 任平路正远 如何用剑劈砍也纹丝不动 接着夜叉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 跳起了舞 唱起了古朴沧桑的歌谣 一道巨大的闪电 接天连地 劈向神殿 神殿如同被火点燃 沙那间金光四射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